2019年香港棍望球公開賽,男子組的決賽 看到紅色背心,就是香港代表隊 對著黑色背心,來自日本的Fogo 兩隊在分組的時候是不同組 所以這次是第一次交手 在開球組段的時間,Fogo的進攻很快 很快看到剛才11號的大西博也已經得到入球 其實他們在組段的時候 短短都不是用了很久的時間 已經拉開了3比0的比分 港隊靠林冥欣,這次是破彈 先追回1比3 之後也有廖彥生的遠射 幫球隊追成2比3 完成第一節 第一節大家打起來都非常開放 進攻的速度也很高 去到第二節,港隊就更加來了 繼續 看見到21號的胡潤康 追回3比3平手 都等了一大段的時間 Fogo才好像醒回來 再拿回一個入球 再度是領先的 其實香港隊的頭兩節都叫做落後來打 這邊看到55號的蔡俊明 接應隊友的傳送快射,當時幫球隊追成4比4 而隨著見到林冥欣的這個入球 也是香港隊在這場的決賽 第一次領先Fogo 比分當時是5比4 亦以這個比數完結了頭兩節的比賽 來到第三節 其實大家的進攻節奏都稍微慢了一點 這邊看到23號的球員 陳哲淳幫港隊拉開了6比4的距離 而Fogo之後都繼續用一些個人技術 其中很敢起手就是44號的球員 齊藤超輝 在這方面 麥幫球隊先追一球 5比6 之後又是他連續兩下的攻門 你看到他們這些都很... 其實他們真的是今天射球最多的一個球員 在Fogo方面 但仍然還是5比6 打完第三節之後 是他連續兩下的球員 港隊一直拼著來打 但這裡又是跑掉了齊藤超輝 大家都以為他交球 但讓了一條路給他反手 這樣拼過去 追到就是6比6 到最後3分多4分鐘的時間 其實大家更加很小心 結果就被Fogo 11號的球員 就是大西博也 射進去今場就是第二個入球 幫球隊到最後的階段 領先就是7比6 亦都是憑著這個入球 Fogo 以這個比數擊敗香港隊 成功奪得是2019年香港棍網球公開賽 男子組的冠軍